夏天避開西貢碼頭的人潮 來到白沙灣一樣有東西玩 跟著野活手極的負責人Mark 學玩直立版 催氣版比較容易收藏 亦都比較輕身 新手拿都不會覺得太重 下水之前要聽下簡單的教學 注意安全守則和工具的運用 手抽位置有兩個意思 第一個就告訴你 這個握頭位就是整塊板的中間位置 靠手抽位就可以輕輕鬆鬆地拿起塊板 纖維掌的組裝亦都非常簡單 只要三便一就輕鬆搞定 最後安裝定水液就可以出發了 新手環直立版適合在無風無浪的海邊才學習一下 兩隻手按住板邊 可以的話可以直接跪上去就可以了 不行的吧 現在按住板邊 按住板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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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上腿 然後踏出去 拿掌動作 我們會有左右兩邊的 當我們爬右邊的時候 記得 右手是在下面 右手在下面 左手會抓著上面 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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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手 上手 放下去 底下 下手放上來 再挖 再挖 OK 差不多到岸 按住板邊 下腳 就可以了 最容易上手的就是跪滑式 比較容易平衡得來之餘 亦都沒有那麼浪費力 相反虎臥式就比較浪費力氣 但對新手來說就比較容易平衡得到 直立式就最省力 但對初學者來說就比較難平衡 很容易跌落水的 學得好的話 還可以出船去咬西灣 繼續濕身游西貢 咬西灣一樣風平浪靜 灘上亦都沒有人 最好就是跟隊友比賽一下 訓練平衡力 最好的方法 就當然是跟人配合 搶板上互調位置 看來不算很難學的直立板 是不是什麼人都可以玩的 如果不懂游泳 或者是小朋友 那有沒有最低要求 才能學到直立板 其實一般來說 不懂游泳都可以的 但是我們就要去 一定要穿好作防衣 會帶腳繩 如果我們玩直立板 很容易一跌落水 他不懂游泳可能掙扎 或者會飄 那塊板很快會飄走 所以這些最基本的東西 一定要穿好 如果小朋友的話 我們一般的班 是大概八歲不到就可以了 那如果之後我們可能會推一些親子的班 有家長和小朋友 他們一起 可能是同一塊板去到玩 那家長會照顧住小孩 那小孩其實不用怎麼排 他很開心在前面那個位置 那家長就會在後面幫忙去排 帶他出去 那整家人來玩一下水都很開心 好嗎